今天继续跟大家讲瘦腰 我上次也提过 在懒人运动的视频 分享了一些瘦腰的心得和运动 今天我会跟大家讲十样习惯 这十个不算是坏的习惯 不过在想瘦腰的角度来看 这十个绝对是坏的习惯 所以在这里和你们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试一下去戒 然后坚持下去 我相信一个月内会有非常明显的效果 马上就讲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不要挖背 其实挖背这个习惯 多数人都有 不过是多或少 我在另外一个视频 就是懒人运动 瘦腰的懒人运动 也解释了 坨背不单是 首先是看下去不好看 第二个就是对我们的身体 有一个长期的影响 所以久而久之 你可能到了年纪大的时候 你想伸直 你想挺直 腰已经是做不到的了 所以在这里 冲心地提醒一下大家 不要挖背 好 第二样就是不要穿一些松身的衣服 因为其实穿松身的衣服 有两个不好的地方 第一就是 首先你会比较放松 当你完全放松的时候 你就会忘记了 刚才我说的一件事 就是自己要挺直 腰和收腹 如果你想像一下 你全天都穿一件非常松的衣服 就像睡衣 你就觉得好像在家里 很放松 就完全不会做到 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锻炼身体内部肌肉的效果 都是那一句 如果还没看 我关于懒人运动瘦腰的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因为我在那个视频 非常详细地解释了这个规则 其实穿松身的衣服 另外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 我们很多时候 因为穿的衣服很舒服 你就会 好像吃饭的时候 你就会特别放松 特别吃得多 所以如果你穿一些 紧身一点的衣服 你就会有所顾忌 你起码不想自己的肚 脱出来这么丑样 可能因为这样你就会吃少些东西 下一个就是 不要过量运动 很多朋友想瘦 他们第一样想起做的东西就是运动 很多时候 当你做错运动的时候 又或者是做得过量运动的时候 你的身体反而是会增长更多肌肉 而且是一些不需要的肌肉 尤其是在瘦腰这个环节 千万不要去做一些 令到自己增长很多肌肉的运动 因为这样你的腰是绝对不会瘦的 你只会变得越来越粗的 所以在这里提醒一句 千万不要过量运动 下一个就是 不要吃过量的盐或者糖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其实你吃得太咸或者太甜 你个人是会很容易出现一个水肿的问题 因为盐和糖是会令到我们的身体 积聚很多水分在里面 下一个就是 不要空肚吃饭 那是什么意思呢 如何不要空肚吃饭 就是如果你是空肚吃饭 等到很饿很饿的时候才吃饭 你就会变了胃口很大 你就会吃很多东西 然后当然这个情况 你就会将自己的胃 就赚到越来越大 那为什么不要空肚吃饭 就是我会建议你可以 每一天都是小吃多餐 不要等到自己很饿的时候才吃饭 另外有一个tips可以跟你分享 就是在吃饭前尽量喝一杯水 因为这样可以冲淡你的胃液 那你感觉不会那么饿 而且你的食量自然会减低 那如果喝不到一杯 你就喝半杯 总之喝得越多越好 下一个就是 不要在睡觉前三个小时内吃东西 那当然啦 这个包括了正餐 零食小吃 或者任何饮品 其实都不好的 甚至乎水 我都建议如果是贪美的女孩 就更加不要喝那么多水 第一天就会非常肿 好像浮屍那样 OK 都是那句 好 下一个 这个很简单 这个是相信这么多习惯里面 最容易改的一个 就是吃东西不要吃那么快 吃东西不要吃那么快 很多朋友说 那怎样为快 我举个例子 你真的很享受一样食物的时候 你应该慢慢吃 慢慢去品尝它的味道 但如果你很饿的时候 或者你根本是习惯吃东西吃得很快 你就变成狼乱苦咽了 在这个情况下 你可能会超滋 什么超滋呢 就是根本你的身体 不需要那么多食物 你的胃本来就是那么小 但是因为你吃东西吃得太快 那你就会把它赚到很大 所以呢 记得就是不要吃东西吃那么快 好 下一个习惯就是 不要在吃了大量脂肪之后运动 那这样东西很多朋友都没有注意的 就是其实当我们的身体 你吸收了很多脂肪的时候 它就会非常之容易长肌肉 那如果你刚刚是想着瘦腰的 然后呢 就吃了很多脂肪 很多蛋白质的 不含有蛋白质的食物 然后马上就去做一些瘦腰的运动 那你的腰就会非常之容易生长肌肉 那所以在这里奉劝一句 记住 不要吃了很多脂肪之后 立刻去运动 起码都等回几个小时 下一个习惯是非常之明明的 但是呢 很多朋友都是照烦这个错误 就是 不要超出每日所需的calories 那这个问题 希望你们自己去找答案 究竟 多少才是你身体所需的calories 这是一人二二的 根据你的年龄 高度 体重 等等 其实现在很多在网上 你都可以google 可以search 去做一个很rough的calculation 去查出自己身体所需多少calories 最后一样要介绍的东西 最后一样要介绍的东西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不要松懈 真的不可以give up 就算你觉得自己已经做到一些成绩了 今天可以奖励一下自己 或者take a few days off 千万不要 因为这个根本就是前功尽废 如果你不可以好好地 不应该这么说 如果你这么辛苦 戒了这十个坏习惯之后 然后你有一天 决定不坚持下去 我真的觉得很可惜 但是当然啦 或者有一天 我们根本不在care 或者例如 如果我有了BB 那当然我不会去那么 黑手这十届 但是anyways 现在 既然是讲这个受邀的话题 那我就在这里很衷心地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松懈 坚持坚持坚持 OK 希望我分享帮到你们啦 那有什么comment的呢 欢迎你们写信给我 OK Good luck Please note that individual results may vary As we're all born with different forms and conditions Remember Perseverance is the key Let's not give up on our youth Thanks again for watching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tricks to share Please email me We can experiment together We can see you soon Is there Listen to your child Yes And We can expect there You know I need Wait S T